瑞芳区乐林推广教育中心的摄影班老师黄长成在上个月因病辞世 为了纪念他对于摄影推广所奉献的心理 摄影班学员们自发性的举行了纪念摄影展 总共展出了32幅的黄长成先前走遍台湾各角落的记录 希望让更多人看到镜头下的台湾之美 瑞芳火车站就地下道近期正在展出黄长成老师的摄影作品 而会办理这个展背后可是有洋葱 黄长成老师他任教于瑞芳乐林推广教育中心摄影班的指导老师 上个月因病撒手人寰让学生都相当难过 而学员为了纪念这位摄影才子 特别自逃腰包办理这场的纪念摄影展 黄老师来带摄影班已经差不多两年多快三年了 今年是第六集带到一半他就不幸往生 他跟学员们都相处得非常融下 所以身为班长就发起这一次的 不老顽童快门人生的摄影展来纪念黄老师 我在乐林学习中心服务的时候 我们认识了黄老师 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用很多的爱心来鼓励这些学生 让学生用尽最大的发挥能力来展现出他们摄影的常才 黄长城老师摄影足迹遍及全台湾及海外 尤其取景东北角一带 昼夜不屑擅长人物及风景拍摄 喜爱记录各样的风土民情 2013年他应摄影同好邀请 期盼将摄影推广普及 开始在瑞芳国小乐林推广教育中心授课 2015年与地区摄影同好成立社团 进行摄影技术的交流及切磋 黄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不要跟人比隔组 基本比重 所以学生的人要更加密 这一次的摄影展也感谢区长 还有瑞小的校长 卢校长还有科理长的帮忙 让这一次摄影展能那么顺利的 还有火车站的站长 这一次因为黄老师当然先是 所以说我们这一些学生 也充满了一些用情的方面 来帮黄老师 怀念黄老师 纪念黄老师 所以办了这一次的摄影展 乐林摄影班班长就表示 这次展出的作品 共有32幅是记录台湾之美 黄昌诚老师摄影展 即日起在瑞芳火车站 就地下道开展 至4月30日止 欢迎对摄影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前往参观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